各位委員,我是不是請秘書長 好,我們現在請謝秘書長 秘書長,你能不能先告訴我 這個法案為什麼要在1999年的施改會後 幾乎是十年後才提出來,是什麼原因 成立少年法院是在十年前就成立 少年法院是十年前,好像八十九年就成立了 少年法院是八十八年,對不起 所以少年法院是八十八年九月就成立了 那家事法院當時施改的時候的決議是希望成立家事法院 獨立嘛 獨立嘛 獨立,成立家事法院 但是比較法上因為我們參考日韓 所以是要整合起來 那為什麼這個整合要經過十年 那當時是因為法律 現在呢,主要剛剛 李委員也提到作用法 作用法修法,當時就啟動 但是啟動作用法因為 一直整合學者之間的意見呢,有一點拖 這個是一個原因 另外要成立一個法院呢,有資源的爭取 比如說土地啦,那個辦公廳社 那資源的爭取 你現在要擴建嗎? 我們第一步是不要 是啊,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高雄地宴的家事 就是在少年法院裡面 民主長,我的困擾就是說 如果這麼急需 那十年前 成立的時候就應該怎麼病啊 十年前確實是有一些結論 有一些共識啊 那這些共識 十年前就要推動了 那我再三十年後 然後十年後來做這個事情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道理 我舉一個比較凸顯的例子 其實我們現在用法庭的 用家事庭的方式 那家事庭他就是在法院裡面 法院裡面呢 這個職務的分配呢 是法官會議去決定 那就發生有一些 不是那樣理想的法官去辦家事案件 那前一陣子也有這個例子 包括民間司改會到 所以是法官 到監察院去 法官不理想的問題 不是 跟委員報告 那這樣分配 假使將來是成立家事法院的話 那這個家事法院的法官 我請問一下 你的法案 因為我這個 對這個案子 覺得不是那麼急迫 所以也沒有 這個很深入去逐次的這個閱讀 那我私下詳細跟委員報告 我先請問你 你們的這個案子 是 在 如果通過的話 未來會不會有 這個所謂的 專任的 這個叫做 少年家事法官 會 會有 會 由私法院來選 給予等於證照 那種方式 他必須 跟醫師一樣 有專科證照 其實 類似這樣 可以說是這種構想 那現在 智慧財產 智慧財產的法院 就是這樣 也是用專業的一個認證 專業認證 他要經過一定的 還要意願 還要經過很長的訓練 好像我印象中是半年 要經過半年的訓練 還不一定就能看 那你這套就是說 你在處理 少年家事 或是說像其他 這個智慧財產等 你必須要有相關的 專業知識 有理解 而不是像秘書長 口中所說的 有一些不適當的 可能不太恰當的 其實還要有情況 辦家事案件 跟少年案件 還要什麼 用比較通俗的話 要更有愛心 尤其少年案件 愛心怎麼認證 這個 我們有 我們有性向測驗 愛心沒有辦法認證 專家做性向測驗 愛心沒有辦法認證 那做性向 我們還做性向測驗 可以啦 那 事實上 還沒有成立這個 法院 這個少年級家事法院 還沒有成立 這些事情都可以做 這些事情都可以做 你不需要等這個法院成立以後 才來 才來做這個 少年級家事 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 沒成立是足部在做 事件處理的專業認證 你不需要等到這個法院成立 你就可以了 但是沒有成立法院它有極限 就是 陳主我剛剛講的 那你在法院裡面 這個庭跟庭的分配 那 在家事法庭 在普通法院裡面 它會是比較 用邊緣是很奇怪 會比較邊緣 因為它人數很少 那重點當然是在刑事 我請問你現在 少年事件的這個處理 有沒有專業認證 法官 少年法院有 法院有 那在台北這邊有沒有 那個 少年法庭有沒有 法庭 沒有 所以成立法院以後 所以成立法院以後 我們可以派 現在少年法院就有了 那少年法院有 有啊 但是在台北這邊的少年法庭 有經過少年事件的專業能力認證嗎 因為少年法庭的法官 有沒有專業認證 我現在指 因為少年法庭的法官 他職務分配不是私法院可以決定 是各法院決定的 你看嘛 你又說我沒有辦法 這個這個干涉到各個法院 怎麼樣去調度這些少年法庭的這個法院 你現在又說這一套了 法院可以啊 那我問你 現在你成立這個法院以後 是 管轄全國的這些事件嗎 第二條 暫時是高雄地區 暫時初步了 你的 你的 哪一條 哪一條暫時是高雄地區 那個是 哪一個條文 現在只是先成立高雄少年法院級 高雄少年級家事法院 那根據這個組織 將來要成立第二所第三所都可以 但是那個管轄區 你拿一個條文是說 只限制在高雄地區 不是 這個 這個法當然適用全國 沒有啊 不是 那我們 管轄區域還是要按照法院組織法來嘛 我跟你講啦 秘書長 你這是專業 第一個 你現在成立一個高雄地區的法院 其他通通都是一般法院的少年家事法庭 對 這個叫做一國兩制啦 然後你這邊是專業的法官 有認證過的 那邊全部不能干預 大家去抽槍 哦 對不對 那我們 我們逐步來推嘛 逐步 因為第三條 我跟委員 再過十年 再過二十年 委員剛剛指教的就是在第三條 第二個 第二個 你現在就等同一審法院 那你到了二審以後 又是回歸到普通法院裡面的少年家事法庭 所以你完全沒有沒有一個系統 你只是一個角落 一個角落 高雄這個角落 成立一個一審的專業法庭 其他完全通通都是現況一般的這個法庭 裡面設立這個專業的 法院裡面設立專業的法庭 這個不是很奇怪的一個立法嗎 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我倒建議你們用一個試辦 用一個行政命令去試辦就可以了 大概要成立法院是不能用行政命令 這個是要組織法 好 那你就是要有籌備啊 那你告訴我 你全國三審的這個機制 包括行政法院再加進來 這一些法院要完成 完成各級專業法院的設立 你籌備時間要多久 假設說是要像行政法院這樣 我們專業法院呢 大概是恐怕很難達到這個標準 籌備時間要多久 你告訴我 我給你一部法律 立法院這邊同意啦 支持你啦 不管這個爭議啦 就支持你啦 那你告訴我 全國多久以後可以完整的設立少年 加市的這個法院的一個體系 因為這個牽涉到財政狀況 因為成立一個法院 剛剛也跟其他委員報告了 成立一個法院 他那個 你訓練 你訓練這個少年加市的專業法官要多久 全國全國各個法院都設立 假市軟體的就是法官訓練的人員 我們一年兩年就可以達到 你不是說要很久現在要變成一年兩年 不是 因為訓練呢 他可以一兩年就可以訓練成 但是現在是 設一個法院要幾十億啊 你要找土地要蓋房子 不是那麼呢 所以嘛 所以嘛 你到底要多久 籌備期間要多久 那高雄現在是現有 我們馬上就可以辦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那全國 你高雄 那台北這邊 就不是 這個我剛剛講過 這個再重複沒有意義啦 那你一審 然後到二審 又沒啦 一審是局部性的 那一審到二審 二審又沒啦 所以你 你這個要全部建構 完成 少年級家事專業的 這個少年家事法院系統 這個法院系統你要多久 你沒 你不知道啊 你要花多少錢 你不知道啊 你要多少人力需求 你不知道啊 只是要 就 就讓我們整病起來 高雄 就把少年跟家事 整病起來做一個法院 我實在是搞不懂 因為那個牽涉到 經費的爭取啦 預算的爭取 所以呢 這個要花多少錢 這個通過也要 還要再補強 因為高雄他現在 只要是成立這一所呢 沒有蓋法院的問題 他現在就有了 高雄少年法院 現在是拔鄉 你現在還是搞不懂 還是搞不懂 你說他會不會有什麼 升遷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 多出來好幾個庭長 或是什麼 我搞不懂 會不會 現在就是高雄少年 高雄少年 高雄少年 高雄少年法院 現在已經有了 是把高雄地方法院的家事庭 把它併到高雄少年法院 成為高雄少年級家事庭 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不會不會 那個 因為他法院 印體都有了 印體都有 只增加 大概12個人 是佳祀調查官 我們台南什麼時候成立 佳祀法院通過的話 我們施行日期 司法院可以命令訂支 那很快就可以成立 那佳祀通過法 我們可能在一年之內就可以成立 台南一年之內可以成立 台南是吧 我是說高雄 台南沒辦法 台南為什麼沒有辦法 台南土地在哪裡呢 台南我來找啊 那等委員佳祀找到了 我們來規劃好了 哪有這種 哪有這種施政是這個樣子 哪有這種施政是這個樣子 我在這搞不懂 因為台南啊 要 然後高雄地區的有專業法庭 法院可以來服務 台北 不好意思 你就去普通法院去找 那個 不是很專業的 少年法庭 或者說家事法庭 那因為隔以現實啦 像高雄少年法院 現在就是只有一所 那你說全省都設少年法院的話 那訴訟自演 司法自演分配的問題 等等 那你當初司法改革 就要講清楚啊 你不要司法改革 講一套 然後你做其中一個部分 然後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家就沒錢 我政府沒有那大靈靈 我們的人力有問題 我們的土地取得有問題 那這個不是在 好像有一點應付 應付這個 不是應付 因為呢 配合國家財政 逐步的推動 我就問你啊 台南什麼時候設啊 那台南呢 假設說主進步 那權力支持的話 主步你要告訴我 我們就在高雄旁邊 對不對 高雄已經 哇 進步到這麼大 那 那台南什麼時候 逐步 那台南建構好以後 才來推台中 才來推 台東 台東可能是要 30年後 50年後 拜託 哪有這種 司法改革 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行政 二省的行政訴訟庭 像說二省的法案 他為什麼 在某一些地方 沒有辦法 我剛剛講的那個重點 你剛剛也講出來那個重點 從法官處理少年 處理家事的專業認證做起 然後你趕快普及全國 處理這些案件的 都是我們認為合格的 在這邊有專業訓練的法官 我們目前也這樣推啦 情也這樣推啦 你沒有啊 你說你干預不了啊 不 少年啊 各社警的 你說你干預不了 不 那因為他派去呢 要不然我們倒帶 我們倒帶來看看 不要在那邊休閃 我沒有否認 我是說 因為你派去 我們取得 你取得這個認證 但是到法院去 他做職務分配的時候 他可能不一定 那是法院的事情啊 對不對 那法院 你碰到這個家事少年的案件 你在分配 不按照這個 或是說不尊重 這個所謂專業的認證 那是你法院的事情啊 要不然你怎麼辦 你又要成立 少年或是家事的法院 又要你說的 要那麼多的時間 要那麼多的錢 啊台北這邊 你又不做這個認證 說啊我認證以後 你不一定要用 認證以後 要不要用 是地方的事情啊 是個院的事情啊 欸 法庭的分配是 你就趕快去做認證 因為你只有先做認證 人證 或是說現有的這個情況 都可以讓人家滿意 然後要進一步 各個來成立 這個專業的這個法院 欸 就水到渠成嘛 你現在說啊我先成立 法先通過不過 啊高雄先辦 而且只是一審 而且只霞高雄地區 那這個樣子不是很奇怪嗎 我是覺得蠻奇怪的 我們時間到 你覺得覺得不覺得奇怪 欸 其實各專業法院 就我在司法界服務 各專業法院 大概逐步是這樣推 包括行政法院 都是這樣 因為他沒有辦法 有一點試半點的味道 你試半點的味道 你也要普及到 這個人力的專業性 要普及到 所有的這些法庭 至少這些法院裡面 都有專事的法庭 欸 有現在是有 有法庭但是法官都不專業啊 不是都不專業 也大部分很多都是專業啦 但是沒有辦法 比例大概多少 你告訴我比例大概多少 專業的比例大概多少 你們所長有沒有書記 辦那個少年案件 或是家事法庭比例的 我底下 那個 我們再提供書面給委員 你報告一下吧 我 比例大概多少 根據庭長告訴我說 少年案件幾乎都是專業 各法庭都是專業 那家事 因為現在有少年法院 所以造成少年法庭 他們也都專業 我們這樣推沒問題 但是家事現在沒有法院 所以各家事庭 我們就沒有辦法嚴格要求 都做到專業了 比例多少 所以這個比例 你們沒有認證哪來的比例 你們有家事案件的認證 有 那現在家事法庭 家事法庭的那個 法官有經過認證的比例有多少 對不起喔 因為我們現在因為就是 在各法院的家事法庭 法官是他會 有的是辦家事 然後再監辦其他的案件 所以我們法官大概有一百多位 全部 全國大概辦家事一百多位 但有認證的有二十幾位 我的問題不是這個 我的問題是家事案件 由家事這個認證過的法官來承辦的這種比例 剛剛聽長提的呢 就是因為家事案件 各法院有的案件量的關係 所以他才監辦 不是專辦 沒有關係 你監辦也OK 我的問題不是整個法院裡面有受訓的比例 不是 我是說家事案件 由被認證的家事法官來 根據聽長剛剛提的 這個比例有多少 他說辦這類 包括監辦專辦也一百多位 但是大概有二十幾位 是有這方面的專業的 他說有二十四位 二十四位 你還是搞不懂我在問什麼 我講的沒錯 我想那個 我們李委員這個意見是很重要 因為我再報告一遍好了 現在家事沒有成立懷疑 你再催我了 好沒關係我一分鐘就好 現在家事法院呢 沒有家事法院 所以各法院都是家事法庭 家事法庭就是這個法官 他可能辦家事法庭案件 他可能監辦其他 監辦其他 總共有一百多位 一百級 他可能有二十幾位 是有認證的 我換了一個問號 我換了一個問號 就是說 家事法庭 由被認證過的 這些家事案件處理的法官 來主持的 比例有多少 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那存了百一百十都不是 都沒有 就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趕快去認證 趕快去培育 趕快去培育 我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我只是要請你把數字提出來 是不是我的判斷會錯誤 結果判斷沒有錯誤 就是說 沒有經過家事案件處理的強 加強訓練的法官來主持這個家事會議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 因為 因為家事成立之後 這個議案會更高 會更高 現在家事法庭的法官 他辦了以後 他會跑到普通法院 他要有愛心 愛心要淚入訓練的那個 我最近出庭都感覺不到法官的愛心 那不是家事法庭嗎 都感受不到 他說真的很兇 好不好 小朋友 兇我沒有關係 我還可以承受 小朋友承受不了 還有 有一些少女